在中國與梵蒂岡宣布簽署有關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後 台灣立即作出回應說 這個協議不會影響台灣與梵蒂岡之間的外交關係 自從蔡英文總統執政之後已經先後有五個國家宣布與台灣斷交 目前台灣只剩下17個邦交國 包括了梵蒂岡 台灣外交部在一份新聞稿件中說 教廷已經向台灣方面重申這項臨時性協議 沒有涉及到政治外交更加不會影響台灣與梵蒂岡之間的邦交關係 台灣外交部在幾個月前中國與梵蒂岡開始對話時都曾經表示過 中國與梵蒂岡之間的對話協商僅涉及教務和政治無關 教宗方濟國新聞室主任伯克表示 協議的目的不是政治性質而是牧靈性質 讓信徒擁有與羅馬共用 同時亦都受到中國當局承認的主教 畢竟和梵蒂岡在協議簽署後的簡短聲明中 都未有提及到台灣問題 既然自然是有香港人體不住的 他們不住的 既然是不住的 既然是有香港人體的 交通都不住的 既然是中不住的